打球 不能忽視謝熟英在往前搶球的能力 其實他和姊姊在往前搶球 都非常的機靈 這個球非常勉強 楊佳賢剛剛回球速度非常的快 其實楊佳賢在青少年時期的成績 一直非常的理想 他曾經在國內18歲組的比賽當中 和徐靜雯兩個就是進入到冠軍決賽的這種對手 那當時他們兩個是機戰2小時又13分鐘 最後才由徐靜雯掌握第8個賽末點 拿下了比賽 而且也是非常接近的比數7比5、7比6 不過在前一年的海獸盃呢 拿下勝利的是楊佳賢 所以過去楊佳賢在青少年的成績 也是非常的耀眼 這次的雙倒比賽 還是Duce之後才No 8 所以這一分就決定誰贏得這一局喔 抓到了 對 很積極的出去搶球 其實在雙倒比賽呢 雙方的默契很重要 也必須要互相幫忙 那剛剛徐靜雯在往前這種積極的場球得分 其實相對也幫助了李佩奇在底線稍微輕鬆一點 那這種得分能力呢 其實也給雙方得很大的信心 對 在雙打的第一局就被破 其實對選手來講 不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這最後的金牌戰只進行了八局 所以其實在雙打比賽 再加上沒有Duce只打一個No End的比賽 節奏進行很快 所以每一分都要非常的珍惜 哇 直接的往人家身上倒下去喔 對 不過也 剛剛也是徐靜雯他發球太過強勁 雖然角度的選擇並不太理想 不過才剛剛開始 所以角度呢並沒有拉得很開 剛剛是被 謝熊英給逮到 哇 過場了 很強勁的外角發球 好 聲音 對 對 叫做 拍攝 好 一間的回擊 結果這個就有形象的掛網 再往前一陣的短冰箱切 把李佩琴的掌握 在球高起來的情況之下 正拍結局的加壓 剛剛這個球 屬應雖然是勉強擋住 不過球的球質不夠 哇 這也不夠 球直接把球打出去 好 現在雙方在局數上形成了1比 現在是2比0 李佩琪和徐靜雯領先 那由於剛剛謝淑菀和楊佳賢 在Juice之後的NOAC 是由徐靜雯再往前結集拿下來 所以現在在局數上暫時是2比0 取得領先 現在是輪到了屬應的發球 再來就隨便 再次拍 第三打 cell 出賢與剛剛一直這樣 都有蠻好的手感 而且正拍有時候就是用這種雙手 隨便 直拍擊球的動作 所以有時候要打去哪裡 看不太出來 對 其實這場比賽 謝蘇英跟李佩吉兩位選手都是 正反排都是用雙手的在揮拍 好 在倒退的情況之下採取一個連空加壓 但這個球打成了掛網 這球的確是不容易 而且剛剛在奔跑當中的一個高調球 輸贏這個球處理得還不錯 夠深 所以讓剛剛在中場位置裡配齊 正派不好來做加壓的動作 加壓的動作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在雙打比賽裡面 女生雙前排還比較少一點 但是這一拳以後 你這樣拉球 就是要制造前排 一個搶球的機會 謝淑英的發球局 順利的爆發 在剛剛的發球呢 一個非常強調的配速 形成對方的灰激掛網 那現在呢 終於在比賽當中呢 拿下了 這組雙打第一局 目前1比2 暫時落後 謝淑英在2014年的時候 曾經拿下一座 獎金5萬美元 佛羅伊達女王賽的雙打冠軍 他在當時呢 一日兩戰呢 連續擊退打會第一以及第二號的種子 同時也抱回了個人生涯第二座總獎金 5萬美元 接著女子雙打冠軍 他當時 機械排名呢 曾經穿到了173名 不過謝淑英 他曾經最好的機械排名呢 達到了140多 那他在前年的時候 在美國夏威夷就讀大學 那對他來說 職業生涯還是荒廢了一年 所以今年他打算重新出發 那在今年的雙打呢 相信應該會有不錯的成績 他雙打曾經最好的世界排名是134 判斷正確 這球從習俊的神前上飛過去 還是把他散掉了 這球其實他是打得到的 但是在判斷的結果之下 這球應該出界 是 這就可惜了 在沒有站穩的情況下就出拍喔 但是把拍子這個球啊 打到底去後面去過場了 德佩琪其實從小呢 是由她的阿公阿嬤帶大 那因為爸爸媽媽呢 工作比較忙碌 那有一次呢 就讓她的鼓掌宋偉雄 也就是當時的網球教練 看上她相當優秀的體能 以及網球的天賦 所以將她帶入到網球的訓練 那對她呢 也像是自己的女兒一樣 所以她和她的教練呢 感情非常的濃厚 就像是一家人一樣 所以她一切的網球生涯 都是由她的鼓掌來規劃的 都是由她的鼓掌來規劃的 但是被試破了 所以在重心完全遺失的情況下被穿越 楊佳琪這球也打得非常的聰明 對 很敢打 雙手都反拍貼著雙打邊線走 現在卸屬硬看楊佳琪有破壞的機會 楊佳琪有破壞的機會 楊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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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想是賭一把 因為大家想用干擾的戰術 畢竟平常沒有再搭配 所以不做完好直接用講 對,這個NO AD 結果由楊佳賢來揭發 I've mentioned 楊是二發 對 結果這個反派 這麼大的加壓呢 沒有人都過完 那也破了 李佩琪的發球局 現在雙方各互破了一個發球局 形成了貧球的局面 我們來看這個 剛剛這個這麼大的加壓 太早了 現在雙方在局數上 形成了2比2平球 再回到了楊佳賢的發球 楊佳賢在開賽的一開始呢 發球局就遭到破發 不過他的發球局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受到雨勢的暫停 在30比30的情況之下呢 稍微等待了一段時間 所以這個時候已經踩到中間來了 楊佳賢這個時候已經踩到中間來了 楊佳賢必須要再打開更大的角度 所以這個球出界 哎喳 呼呼呼 這球打得驚險 對 楊佳賢剛剛在往前 楊佳賢 剛剛那兩個球就像打到牆壁一樣 對 那個球感覺上就是 並不是他搶到的 是球打到牌子上面去的 太慢了 這球 這球落地之後 彈高之後 離佩奇想下壓的時間太慢 現在從佩奇的表情上看起來真的蠻懊惱的 因為最近這幾分呢 自己的節奏都沒有能夠把握得很好 不過再調整就好了 其實雙腦的比賽兩個人有 當你的搭檔有點狀況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徐靜雯其實扮演了一個 蠻好帶領者的角色 就是把自己在右邊這一分先顧好 不可以其實在接著這兩局打得有點不順手喔 不過 徐靜雯還是事事的鼓勵 不過在一場比賽當中難免狀態會有點起伏 那這種比較幸運低潮的狀態 趕快修正調整就好 那當然在雙打比賽的另外一半就很重要 所以兩個人必須要互相的鼓勵扶持 當然雙打比賽默契就考驗著雙方是不是能夠互補 雙打的默契就是大家都要互補 因為要兩個投資好其實這真的是天下無敵 所以真的要隨時協調好搭配一下 看如何處理這個下一顆球 那剛剛在賽前提到楊佳賢在去年的比賽呢 是拿下亞軍他當時搭配的是謝沛雲 而在今年搭配的是謝淑穎 那也看出來謝淑穎其實在雙打的比賽當中 的確有他的技巧 還有他在往前相當靈活的給予對方壓力 現在輪到了徐靜穩發球 楊佳賢這個球已經看著很有機會了想要趕快拚啊 但這個球動作做得太早了 這個球動作做得太早了 這個回擊想要拆取一個高調就在底線界外 這個回擊想要拆取一個高調就在底線界外 不斷上前去進行的加壓 剛剛在中間的球 其實屬應也非常的有自信去搶球 但這個球 他是採取一個像林空抽球式的反拍 所以有一點抵擋不住 飛出界外 再一次的反拍回發球出界 所以剛剛徐靜雯是相當輕鬆的 保住自己的發球局 目前雙方在局數上形成的3比3平手 那由於比賽一開始是由屬應他們這一組先發球 直接砸了有點輕鬆 他想輕鬆帶過去 但是時間點沒有做好 然後他往下面去 我到過了 你到處去 有一點點 你去看 從頭上 就這兒 你去看 我看 你去看 他看 你去看 你去看 哇 手運這個球真的不簡單 他的反派打得又平又低 所以這麼沉的球 對方要做一個有效的回擊真的不容易 對 那個出拍的時間算不對了 整個球就全部飛出去了 而且可以看得出他今天的手感非常的好 就算了吧 就算了 什麼時候有效的 但是也沒有什麼事 我沒有想過 但是我沒有想過 過程車子 我沒有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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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球 改到 再看這一球 這個回擊有點被擠壓到 所以球過往高度太高 不過這個反派要這樣扣壓也不容易 這就是閃聲的正拍 來 企圖想要進攻在直線 但這個球直球時間也是要慢了 才不是 在中文字幕志愿者 突然之間想要高調 自己覺得有點懊惱 因為連試這兩分都是在主動 想要進攻的情況下產生失誤 那現在又要進行no add 這一分是由徐靜雯來回發球 好 剛剛徐靜雯蠻可惜的 他採取一個壓迫上網的回發球攻勢 其實也壓迫到了謝淑穎 不過他上來的位置 稍微離網子遠了一點 所以落在腳邊的球真的不好處理 再加上徐靜雯其實他在底線的手感 真的是發揮得不錯 所以這個球過往之後的高度真的非常低 而且有一個急衝的力量 所以剛剛的靜雯呢 這個策略並沒有成功 不過呢想法真的還不錯 那現在徐靜雯蠻有進無限保住自己的發球局 在這一盤的比賽呢 暫時認取了4比3的領先 但對雙方來講呢 現在壓力都蠻大的 因為兩組雙打都不好打 現在就要看看呢 誰能夠在中後半段的比賽呢 把自己的士氣給帶動起來 其實比賽比到已經中半段了 雙方的比數其實形成一個拉鋸戰 對 看看有沒有辦法這個 把這個戰術再擴充運用一下 對 其實雙方到目前為止 也是各破了一次發球局而已 不過呢 比賽進入到中後段的情況之下 後發球者來說呢 會稍微有點壓力 那尤其佩琪呢 今天其實在這一場的雙打比賽 好像還沒有調整到自己的絕佳狀態 所以現在真的要給自己多一點信心 好 先拿下第一分 比賽他們已經進入了 比賽對抗力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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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得出來習近平在前面的活躍是在那邊移動 當然要做一些假工作 製造一些搶奪的機會 哇 使命的打 所以當前排的球回去了過短或者是比較沒有速度的時候 就會讓後排人拿到一個攻擊的機會 下坠的過往下坠的球 比數達到4比4 楊佳賢發球 楊佳賢發球 這個球我想要加在對角 不過在往前的謝淑穎搶球真的搶得非常的兇 剛剛在楊佳賢一發進球之後 他已經踩在中場的位置 次掌蹈晋 接下來這兩局呢 看起來迷奇的狀態已經慢慢回穩 他開始回穩之後 的底線這種破壞力也真的非常可怕 球少的是又平又快 我可以做到你的手指 我可以做到你的手指 用手指做得到 好的 在你身上 用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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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好球 好漂亮 對 回擊的夠拼夠深喔 對 準備很快 剛剛腳又是很快速的到位之後 即使對方回球的速度快 但是一樣可以降穩 反敗在一個incla的大角度 在內角的發球 好像佩奇一定沒有揮好 現在雙方 再度有形成的皮小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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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楊佳琳一發進球 好球之後 再往前的鼠影 就馬上很積極的出來要球 那這個球站的位置也在他的預測當中 所以就像是打到牆壁一樣回來了 那現在在保住發球局之後 現在也是暫時舉了一局的領先 現在局數來到了5比4 在換邊休息的時候 雙方其實也不斷在進行溝通 那今天其實在另外一個場地呢 還在進行的是季軍戰 那季軍戰呢 就是由盛興大學的高佩軍 搭配了王廷雅 對決的是中正大學的林玉如 以及吳佑慧 那比賽也是如火如荼的在進行當中 看起來戰況也是非常的激烈 對 高佩圈的這個三四名之爭 其實等於就是在非體育科系的之爭 像王萍雅這一組他們是社群大學 非體育科系的 對 他們在這個青少年呢 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一個選手 像高佩娟呢 家裡也是三個姐弟 高佩娟、高佩文以及高庭偉 都在打球 那也有不錯的衝擊 好現在我來看看 現在徐靜雯發球 好 好球 這個球在往前的階級 因為彈到了王子 所以有點改變節奏 剛剛的輸贏應該是很勉強的揮擊 但這個球又高了起來 很難 這個球兩坦了 還以為這球沒有過 沒想到是貼著網子就過去了 嗯 三十比三十 三十比三十 嗯 聰明 對 而且他對於球的預測能力 真的很強 對 不過那個球其實可以懷疑 是有可能出界的球 翔教堅打這球有可能出界 但是 卸水判斷的位置是判斷非常好 好 現在靜雯的發球就要小心 出界 現在形成的Duce Know it 看誰 來 決定 回發球 好 呼吸 卸水判斷 接球 對 好 哦 哦 這要是一個非手破性失誤 不過也可以感覺到 這個正派其實打得蠻有壓力的 想要改變一下 飛行的高度和節奏 但這個改變反而擾亂自己的手感 沒打好 看起來就有一點懊惱 雙方又再度的形成平手 現在局數來到了5比5 而這個時候輪到了屬於你的發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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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球楊嘉賢搶了一件 很兇喔 對 那沒想到這個球被回回來 對 那再加上一個錯誤的判斷 以及屬於你跑到另外一邊 準備要進行補位 所以讓後場呢形成了一個空檔 加油 好球 好球 這要控制一下脾氣 這個時候 發了一個雙方的時候有點奧 爬稍比 來 這個高到山 audiobook有大鑰《噴巴巴》 哇 這個高到山口其實有點勉強 亚茄賢也想要幫忙一下 這個球的高度其實也真的是難打 你要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所以最後選擇出手 這個出手剛剛殺球沒有能打好 自己也覺得有點沮喪 現在在數應的發球局已經形成0比40 讓對方有三個破發球的機會 出界 徐静雯太急著想要搶攻 這個球打過場 出界 好球 這球打得非常聰明 對 他們的輸贏企圖想要隨球上網給予對方的壓迫 但這個球被徐静雯給發現 所以提早的出手也打出了一個大角度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球 這個球壓迫感不夠 所以落地之後的高彈跳 反而讓徐静雯很好發揮一個O3E 打出了斜角度 而且這個角度過往脊椎 另外一場的季軍戰呢剛剛結束 最後是林玉如和吳宥惠來自中正大學的好手呢 打敗的是世新大學的高佩娟以及王婷雅 這場季軍戰呢其實也是打得如火如荼的 那現在在這一場公開組的冠軍戰 目前呢 徐靖雯和李佩琪 戰士取得一個發球局上面的領先 對 這個時候呢又會下了佩琪的發球 現在看起來啊 這次這場這個賽會的比賽 只剩下這場公開組的女雙的金牌賽 其他的賽事都應該已經結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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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回發球 整個人壓迫上來又是一個打帶跑 所以回合的速度又更快 直接衝前排 唉唷 差一點 不過剛剛一開始輸贏接發球的氣勢 的確是有一點震撼到對手 那佩奇剛剛的發完球之後 也是來不及準備對方的回球又很快 那一下在自己的發球局 兩分失去的太快了 現在要能夠守住 哇 好球 出球 非常機靈 對 這一分其實非常好看 可以看到謝水這個球的處理就已經很漂亮 所以剛剛在往前是一個很技巧的性 用反派球球的方式是讓球過往 而在往前的徐靜雯呢 有注意到而且反應夠快 一下子就把切水要回來了 一下子又把切水要回來了 一下子又把切水了回來 一下子又把切水要回來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這球掉得不夠高 還要讓徐建元做他一個殺球的好機會 對 徐建元其實在這一局當中 扮演非常一個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他在往前這種得分的氣勢 讓原本一開始離比30落後的局面 一下子可以逆轉 哇 對 正向網球在腳邊的球裡 有過高 也讓淑穎一逮到機會馬上衝出來 對 這個球如果不打的話也有機會出界了 我想 對謝斯惟來講就是一個順手可以得分的球 就直接攻擊了 清承Deuce之後又來到了決定分 這一次是輪到了楊家賢來接發 哇 哇太團了 對 楊家賢這個回發球夠壓迫 直接壓在了底線附近 來 趙山佩琪在這個回發球回擊不理想的情況下 讓往前輸進出來扣殺得分 雙方在這兩局呢 是互破發球局現在形成了6比6的平手 好球 好球 閃過謝蘇英的搶球 排個直線穿越了 這球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miss的感覺 現在其實比賽進入到尾山 雙方壓力都很大 不過 實際玩在這一分的取得相當具有勇氣 也是一個拼球式的 直接打在直線 這一球也讓他拼到了 好球 有點懊惱喔 他覺得中球推來講應該不是那麼困難的 對 但就是想要把球處理在低一些 所以這個球拍的這個推的動作呢 並沒有做得比較完整 好球 這球 完全靠自己做球 然後自己再上去得分 非常有技巧性的一分 他也破壞掉蘇英和楊家賢的這個組織 現在有三個破發球點的機會 太漂亮了 這球手感真的是 這球不好打 對 刻意地讓球掉下來 再用一個很強大的手感 處理著小球 那也讓等在底線的佩奇呢 完全來不及 這一分呢 看起來楊家賢似乎是想要做一個出其不意的拼實線 也是拼前排的位置 但是呢 這個球又剛好讓佩奇呢 搶到一個不錯的結局 而且打在這個 這個孰應和楊家賢呢 不好處理的位置 對 在這中間後的最後的關頭 被破了一個發球局 接下來就是由體大這邊的發球 看看是否能保住自己的發球局 基於女子選手來說的話 抽球的能力呢 都優於他們的發球以及往前的得分 所以越到緊要關頭 越不想輸掉比賽的情況下 他們的底線呢 會更加的堅強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在最後呢 會形成互破的局面 那目前三局都已經是互相破了發球局 但是現在呢 要輪到了 在目前為止 信心指數一樣非常高的 靖雯要來發球 那現在就要看靖雯能不能把握住 這個發球局上面的優勢 那相對的在發球上面來說 結果一發的進球也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對 我看起來這個李佩吉 徐居然這一組還是想急著贏的這一局 休息時間還沒有到 就已經離席準備發球了 其實雙方都很小心地在處理球 對 這個每個球 大家都重心蹲得非常的低喔 哇我直接被拼直線 對 其實看得出來 謝祖穎是有一點點急著想搶分 對 但在搶分沒有站好情況下 反而是容易被攻擊的一個對象 而且其實在前面幾局當中呢 也很少出現這種直線拼球的空檔 所以剛剛祖穎準備要出去搶的同時呢 右邊就空了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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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到的冠軍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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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加壓的情況之下 反而把球跑出去 看看這個球 減下這一分 現在反而是落後的在下 是不是比較輕鬆一點 比賽還沒結束 對 差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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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差這麼一點點 哇 從40比0開始追 現在連桿三分形成的Deuce 現在來看看這一分 剛剛在往前的蘇英反應很快 佩琪這個球勉強 撈到 其實如果這個球近的話 這個比賽也結束了 其實可以看出謝蘇英的反應也是夠快 好 Deuce之後蘇英來揭發 那這個其實同時也是冠軍點 但對蘇英和佳琪來講的話 也是破發球點 終於拿到 哇 這個發球太重要了 戴切的外角一發進球 最後靜雯靠著強勢的發球 硬是拿下了冠軍點 最後這一局真的幾經波折 也讓大家捏了一把冷汗 那最後李佩琪和徐靜雯順利 8比6 擊敗了謝蘇英以及楊佳賢 拿下本屆的金牌 而在個人組的項目呢 今天的金牌是已經全數的產生 在男子單打冠軍 在男子單打冠軍李冠義 在女子單打的冠軍呢 是姐姐李亞軒 男子雙打的冠軍呢 李冠義和劉少帆 在混合雙打李亞軒和林維德 而最後這一組的雙打呢 李佩琪和徐靜雯在為國體 拿下了第五面金牌 可以說是在個人賽項目呢 大滿貫 再次的恭喜這幾位冠軍的得主 另外也恭喜國立體大 在個人賽項目呢 是大豐收 李敬文和李佩琪 另外也恭喜謝淑穎和楊佳賢 得搭配拿下的亞軍 而在這一場的女子雙打的比賽 結束之後呢 在今天的冠軍戰全數出爐 在轉播工作也為您進行到這裡 非常感謝您收看 我們下場比賽再見了 掰掰 掰掰 明天視角色 快樂 非常感謝 李佩琪 不 走 李佩琪 走 你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